CRYSTAL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Crystal 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画一个妆容 首先声明一下 我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美妆博主 所以呢我只分享一下 作为我们单眼皮女士 就是怎样化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回答我素颜的时候 Hello 大家好 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素颜的这个模样 我们一起来化妆 再上我可爱的发枯 然后呢我们首先进行第一步打底 我可爱的发枯 好 是Shelly可爱的发枯 好 我们现在进行第一步打底 轻轻地站起 然后这样拍打进去 一定要对自己很 女儿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你知道 所以就 就这样拍打 一定要 让她进入 你肌肤的每一个毛孔 和你的肌肤融合在一起 我感觉我年纪轻轻就有抬头纹了 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 太焦灼了 这个脖子 也来一点点 第二步呢就是画眉毛 画眉毛呢我用的是这个 画眉毛就是跟随你的心情画 我觉得我妈给我的这支笔 我也不知道她从哪里买的 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就是 因为很细 然后每一根 都和我的眉毛融为一体 感觉就是我自己的眉毛 再来这一边 然后呢再用这个染眉膏给你的 给你的眉毛 穿上一个棕色的裙子 哎呀我好有文化 好瞧瞧我还比喻呢瞧一瞧 最前面往上刷一点点 好了 我们的眉毛就画好了 下来呢我就会画 鼻影 我的鼻影用的是这一个 Mac Mac的眼影 嗯对然后我们用 这一个小小的 因为这个超级耐用 所以一个小小的就可以 然后我们就沿着 这个 鼻梁 重点是三根的部分 一定要重一点点 但是小量多次 这个重一点 然后呢轻轻的 然后这里再重一点点 就是画一下这样的 这样的形状 然后最后呢再在这边 修饰一点点 好我先拿来认真地画一下 然后再和你的眉毛有一个过度 就是不要显得太冲突 然后呢再在你的下巴 画一点点 显着你的嘴嘟嘟的 这里再来一点点 现在你的鼻子翘翘的 怎么感觉画到这个像猴儿一样 然后呢我们再来 给你的轮廓 又打上一层阴影 再 沾一下黑黑的部分 甩一甩粉 也是记得少量多吃喔 那我们先来画一下眼影 眼影呢我用的是这个 一地之屋的 一个九红色的眼影盘 对于我们单眼皮的人来说 眼影就是点睛之笔 怎么样呢我们的眼睛画得有神呢 先打一个底 画一下轮廓 然后呢 再来第二层 我的眼影画法呢就是 层层嵌草 让你的眼睛显得有层次 哎呀妈这层整的 一套一套的 那 因为就词好了 我也觉得词好了 对 我的化妆视频也就词好了 因为我们的词来眼盖 你的化妆技 真像 然后呢我一会就会 再用这样一个 比较深的 画 类似眼线的感觉 我会画一个这种 有一点点双眼皮的这种感觉 就是用这种 深色的眼影 最末尾然后往前 由深入浅 由重到轻 从后面这样 画一个这种 有一点点双眼皮的感觉 然后呢 再加一点点 酒红色 在末尾 中间 然后再用这个金色 blingbling的 在眼皮的最中间 来一点点 还有就是 最前面的 卧蚕的部分 来一点点 现在呢我们就要画眼线 眼线用的是这个 Misting的眼线笔 眼线啊 对于我们单眼皮的人来说 其实 就是你画完了 一整个眼皮 你一针就没了 所以我一般就是 只画 后面的部分 嗯嗯嗯嗯嗯嗯 I will never forget 然后再往前铺一点点 对 就只画后面的一点点 又节约 又实用 哎哟我天哪 莫尾再往上敲了一点点 对 因为你一针 它就没了 所以 也无所谓 然后那个下眼线再来一点点 我们现在呢还要 就是 用深色的眼影 给我们的眼线和 眼影一点点融合的空间 希望他们在我的眼睛上 相处得很融洽 对 轻轻的 描写一下就可以了 睫毛夹卷一下我们的睫毛 虽然我们睫毛卷了也没有什么用 但是 这是一种仪式感 就是打到我们的睫毛 往上挑 现在呢就来 给我们的睫毛 穿上一条裙子 然后我是用的这一支 我们以前不是流行那种Z字型嘛 但是现在呢就是 分段啊 中间的往上 前面的往前 然后末尾的往后 现在是流行这样了 这个潮流一定要跟上去 我们不能做out的姐妹 哎呦我的天 哎呦我的妈呀这闸门 这闸门也太 太beautiful了 我觉得我的抬头纹就是坏睫毛的时候 长出来的 好我们现在呢就要用 高光了 我用的高光呢是这个 这一盘小小的 才几十块钱 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好好看 我用手给大家抹一抹 我用手给大家抹一抹 三根的部分 可以看到吗 就是高光 就是有点点粉嫩 就是这里和这里 有亮亮的感觉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画腮红的部分 腮红呢 我买了一个 最近特别流行的这种 爱心腮红 06号色 就沾一点点 然后甩开 轻轻的 打在我们 羞红的脸颊上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嘴巴的部分 我一般呢都会涂一个润唇膏 然后呢我用的是这个 一个糖果色 德仙糖果色 哇哦 哇哦这也太红了 我们现在呢基本上就换完了 我去换一个妆 现在呢我就已经换上了我的小衣服 买这件衣服的店铺之前有推荐给大家 现在呢我就已经换完了全妆 所以 你的手就是一直动过来动过去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和哪个男士开放的 所以你要不可以点我一下 对我要跟大家说就是 我就是很清白 清清白白的一个女孩子 昨天也不知道是谁要爬上我的床 我只是我昨天我便宜 我昨天我跟Shirley就是一直聊我们青春 我们的懵懂 我们的爱情的过往 还有我们对人生的感悟 真的聊到特别晚 聊到第二天早上好吗 我好想睡觉 我昨天你怎么不给我学校 现在呢 看得到我吗 现在呢就是 我就是穿了一个高腰 然后穿了一个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 裤子裤 然后呢我们准备去做今晚最美的夜玫瑰 你为什么要用我的口红 我点了两下 你的口红明明比我高点了 你之前我让你买这个口红 你跟我一起买的时候 你说你还不要 那女人 但是新鲜的东西对人不需要 要尝试一下 你只是昨天还说你是个念旧的玩意 你不知道一不如新人不如旧吗 我念旧的是人 不是物 oh my god 这个女人 啊这种女人 听说美妆博主都是要扫手弄自己上的 好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啊就是一支 仿人不仿妆 就是大家以前说我长得有一点点像 但是我觉得这个妆有点不像 对啊你发型也不对 对我发型剪了之后就更不像了 叫什么叫谁来说 金高银 但是我觉得我剪了这个发型就不像了 所以这只是一个单眼皮眼妆的分享 视频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和Shirley 去做今晚最美的夜玫瑰 你 бо样 shy 你便宜 我知道 答案 我们给大家开饱吗